来到烟灵制的大棚里 他正在忙着采摘茄子 看着今年的茄子 烟灵制面露笑容 他说这是四年来种的最好的一年 其中的窍门就是用了高笼种植的方法 我自己就简单的起了一个高笼 试一下 没想到效果还是非常好 那个茄子不管从长逝 还是挂果量都非常的理想 说起今年用的高笼种植方法 还是烟灵制今年五月份 无意中在手机上看到的 本想着试一试 可谁诚想这效果却是出奇的好 前几年我都是用了这种瓶颈栽培 用瓶颈栽培 那个病害 包括用肥用药各方面 都比这个高笼栽培 要高出40%左右的成本 而且那个效果还没有这个高笼好 去年来因为一浇水 这个湿度就非常大 今年这个浇水跟去年差不多 但是这个棚里湿度就没有去年那么大了 叶子上也没有滴水 烂梗的也没有 烂茄子的也没有 这个病害方面比去年要减少很多 而且打药的次数也少了 叶林志说病害少了管理起来也就轻松了 最主要的还是体现在产量上 产量高出20%到30%左右 去年11月份只折了一万 这整个棚只折了一万三千多斤茄子 今年11月份 接着到11月27号 这整个棚已经折了一万六千二百多斤茄子 还有那么多的连营田 如果天气好的话 这个棚可以达到一万八 叶林志说今年用的高龙种植是非常成功的 虽然是第一次使用 但是还是有很多不懂的地方 遇到问题 他就主动向农业技术推广协会的老师们请教 争取学到更多的种植技术和管理经验 上边这个有两个叶 感觉直接打掉了一千 这个也是 你看这个花越靠底部 它这个针目越能力越强 你看这带着刺 高龙种植方法在燕林志这里取得了成功 那么这种栽培方式和传统的平起栽培相比 它的优势到底在哪呢 在这个茄子的种植区普遍发生了一种不好的现象 就是说前期因为咱这个地下水位比较高 然后呢 前期很多茄子殴根现象非常严重 然后殴了根以后呢 一直不长 然后呢 最后也有拔圆的 然后呢 这个到后来苗子长起来了 因为普遍的定值的稍晚一些 所以说呢 为了找茄子 为了这个找让这个茄子上市 所以说中间又赶得比较急 后期呢 这个水滥杆啊 这种现象非常严重 但是呢 用咱高龙呢 你看啊 整个棚里 你就找不到几颗这个水滥杆的 那个 这个夜间的凸水这个现象 更是说很少 为什么 就是说因为根系 它这个比较好 为什么 因为在这个高龙啊 它一二三三面凸气 然后呢 松吐层比较厚 所以说呢 它的根系非常好 特别是像这个 遇到的这个连营天啊 大家都知道连营天以后 啊 这个过程中 水滥杆 凸水现象啊 一些叶斑啊 烂茄子啊 非常严重 你想咱这个茄子棚 现在这个 一点问题没有 然后呢 你看到叶片 没有冰斑 是不是啊 叶片 叶片没有冰斑 没有烂茄子 今天呢 这个棚又是2500斤的产量 昨天摘了1300 今天摘了1200 又是2500斤 我建议您用高龙设施 谢谢大家